今天给大家带来 蒲松林的短篇小说 聊斋志义之 祸女 有个人呀 叫朱大新 家庭很富有 可是这个人呢 特别吝啬 从来不请人吃饭 而且呢 自己平时也不吃肉 但是 他很喜欢美女 为了喜欢的女子 花再多的钱 也不心疼 有一天晚上呢 他遇到一个少妇 独自行走 知道是逃出来的媳妇 便把她带回了 自己的家里 在灯光下 发现少妇 十分美艳 自称姓霍 再追问她的家事 霍氏沉着脸说 既然跟了你 何必反复盘查呢 是担心会连累你吗 要是这样的话 就让我走吧 朱大新不敢再问了 从此就让他住在了家里 这个祸事呀 十分挑剔 每顿饭都用燕窝 鸡心 或鱼肚白做的羹汤 服饭也要精美昂 服饰也要精美昂贵的 穿戴几次便扔在一边 又说自己有病 每天要喝一碗参汤 朱大新一开始不舍得 或是呢 便躺在床上不停地身影 似乎快要断气了 朱大新只好满足了 他的要求 就这样 过了一个多月 银子像流水般地 花了出去 朱大新那个心疼呀 可是稍微减少了些开支 或是呢 便哭哭啼啼地不吃饭 闹着要走 朱大新一点也不敢 违背他的心意 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经常要请戏班子 到家里唱戏 唱戏的时候 朱大新抱着儿子 坐在窗帘外看 或是不高兴了 就讥讽责马 朱大新也不敢顶嘴 就这样过了两年 家境逐渐衰败了 一天晚上 或是忽然不见了 朱大新 朱大新怅然若失 到处寻找 才知道 在邻村的何家 何家是个大户人家 好爽好客 时常通宵 通宵达旦的设宴 或是有一天半夜呢 投到这里 说是朱大新的妾 从家里逃出来了 何公子向来看不起朱大新的为人 有喜欢 有喜欢或是的美貌 就把他留在了家里 过了一段时间 越来越离不开他了 就像朱大新当初一样 想方设法地讨他欢心 朱大新听说后呀 要来何家要人 何家毫不理会 朱大新便告到了官府 官府因为女子的姓名来历都不清楚 所以没有受理 朱大新卖了房子和地 行贿了官员 要把何公子拘押 或是对何公子说 我在朱家并没有明媒正娶 何必怕他呢 何公子十分高兴 要和朱大新对质 朋友劝阻说 收留陶家的人 已经违反了法纪 何况这个女子浪费无度 再有钱也会坐吃山空的 何公子恍然大悟呀 所以呢 就把货事送还给了朱大新 过了一两天 他又逃走了 有个姓黄的读书人 家境贫寒 还没有娶妻 一天晚上 一个艳丽的女子来到了这里 说自己是从朱家逃出来的 黄生向来谨慎 再三请他离开 女子留恋不去 泪水连连 令人怜惜 黄生不仅动了心 可是又担心他不能安于贫困的生活 没想到 或是每天晚睡 早起 操劳家务 十分勤勉 黄生对他相见恨晚 只担心 走漏了风声 不能长久相聚 朱大新呀 自从打了官司 家境更加贫困了 所以对货事 也不再寻找了 黄生这才 渐渐放下心来 货事在黄家 住了好几年 两个人的感情 很是深厚 有一天 货事忽然让黄生 送自己回娘家 黄生奇怪地问 你不是说自己没有家吗 货事说道 那是随便一说 我是镇江人 先前 跟了个不成器的浪荡子 流落江湖 才到了这里 娘家 家境富裕 你跟我前去 一定不会吃亏的 他们到了扬州境内 他们租的船 停在岸边 货事 临窗而望 恰好 一个富商 从这里经过 看见他 连忙掉转船头 停在旁边 货事 忽然对黄生说道 相公家境贫寒 我现在呢 有个脱贫的办法 不知你能不能听从呢 黄生问道 什么办法 货事说 我跟着你 有好几年了 可是 未能生下孩子 心里一直放不下 幸好我现在还年轻 如果有人愿意花一千两银子买我 你就把我卖了 再娶个妻子 你觉得怎么样呢 黄生大惊失色呀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货事笑着安慰他说 我是说笑的 天底下 谁肯花一千两银子买个侍妾呢 黄生连连说 就算有人买 我也不肯卖你的 或是让船娘去打听一下 是否有人愿意花一千两银子买自己 黄生以为他还是在说笑 没放在心上 过了一会儿 船娘就回来了 说道 邻船有个富商 愿意出八百两银子 黄生说道 不卖 又过了一会儿 船娘又来了 说道呢 富商愿意出一千两银子了 黄生有些生气了 或是对船娘说 你先回去复命 请稍等片刻 我有些话要对郎君说 船娘走后 他对黄生说 请你过船去 千迈身气 去不去就在我了 黄生不同意 或是连连催促他 他只好到了富商的船上去了 签完契约 黄生把银子封号 对富商说 我也没想到 竟然要卖妻子 如果他不愿意过来 这些银子 我一定完毕归赵 他刚回到船上 就看见 或是已经跟着船娘 登上了富商的船 和他挥手作别了 并没留下 恋恋不舍的样子 黄生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眼看着富商解开揽绳 飞一般的去了 黄生大哭呀 想追过去 船公却驾船直奔镇江 可是刚到了渡口 船公便匆匆离去了 黄生守着行李 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呀 他看着眼前的滔滔江水 如万箭穿心般疼痛 他正在颜面流涕 忽然听见有人呼唤 黄狼 他惊讶地抬起头 却看见霍氏站在了面前 他大喜过望 拉着他问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霍氏笑着说 再晚一些 恐怕你就会多心了 黄生心中怀疑 他不是常人 再三追问 他笑着说 我平生对于那些吝啬的人 就要使他破财 对于邪恶的人 就要诃骗他 如果实话告诉你 你一定不同意 怎么能赚到这一千两银子呢 如今我也回来了 你又何必苦苦追问呢 黄生跟着霍氏进了城 在水门内 看见了一座朝南的宅子 有老有小 好几个人在门口迎着 问道 黄狼来了 进到院子里 有两个少年陪着黄生说话 原来是霍氏的兄弟 大狼三郎 当天晚上 全家围坐在一起 为他们接风 然后把黄生 领到另外的院子居住 每天有婢女送来三顿饭 而霍氏有时整整一天都不过了 黄生觉得烦闷 多次说要回家 霍氏呢 再三挽留 劝他说 为了留个后代 你还是买个妻子吧 让我的父亲出面提亲 就说你是我的兄弟 还能找个好人家的女孩子 黄生不愿意 霍氏也不管他 自去张罗了 掌控室的女儿阿美 死了丈夫 准备再嫁 霍氏呢 便替黄生娶了他 还叫他嫂子 黄生十分不安 可是霍氏一副坦坦荡荡的样子 有一天呢 霍氏就对黄生说道 我要陪着大姐 去南海看姨母 一个多月才能回来 你们在这里 只管安心住着 他走后 黄生和阿美 独自居住一个院落 每天有人按时送来饮食 可是霍家的人 却不再来这个院子走动了 每天早晨 阿美去向老夫人问安 往往三言两语 就让他退下了 黄生见到霍翁 也说不了几句话 一天 霍家的兄弟们正在说话 黄生忽然走了过去 当即静寂无声 黄生心中疑惑 阿美也察觉到了 问道 你既然和他们是兄弟 为什么相处着 好像客人一般呢 黄生仓促间 想不出怎么应答呀 只好说 我在外十几年了 和家人十分生疏 阿美又问公婆的家事 黄生也说不出来 只好如实地说了 阿美哭着说 我家虽然贫穷 可是还没有给人做妾的 难怪他们看不起我 黄生手足无措 不知该怎么办了 只好跪下请罪 阿美慢慢地收住眼泪 和黄生商量着霍氏回来后 再做打算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 霍氏竟然一直没有回来 一天晚上 听见大厅里有饮酒喧哗的声音 黄生偷偷地过去窥探 只见两位客人端坐在上方 一个裹着薄皮筋 威风凛凛 像天神 一个穿着虎皮 老虎头上的鼻子 耳朵还十分完整 栩栩如生 黄生惊讶地回到房间 告诉阿美 他认为 霍家父子不是一般人 准备回老家去了 两个人商量好 阿美暂时回娘家住 两年后 黄生便来接他 如果不来 可以自行改嫁 阿美回到家后 黄生自己去向霍翁辞别 正好 霍家的兄弟们都不在 火翁再三挽留 让他等霍氏回来 黄生坚决地告辞了 洒泪启程 到了瓜州 忽然一艘帆船飞快地追了上来 船头有个人按键而坐 正是大郎 黄生又惊又怕 大郎说 你急着回家 怎么能不带夫人呢 说完后呢 从船舱里 拉出了阿美 两艘船靠近的时候 一起跳到了黄生的船上 然后转身走了 原来呀 阿美回到家里 正向父母哭诉 忽然 大郎找上门来 逼着他快点起程 一家子吓得惊惊胆战 不敢多问 黄生也不知道 大郎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 能和阿美团聚 心中欢喜 便催着舟子 一路即行 回到家中 黄生拿出了手里的银子 当即变成了富有之家 阿美一直牵挂着父母 一天 张贡氏 竟然找了过来 看见黄家 防舌俨然 十分宽慰 对女儿说 你们走后 我到货家探问 只见大门紧闭 空无一人 问周围的邻居 他们也不知道 去哪里了 你母亲啊 日夜流泪 担心你被坏人拐骗了 幸好 安然无恙 今天才算放心了 黄生呢 便把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 他们猜测 货家人都不是一般人 几年后 阿美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仙次 仙次十岁的时候 跟着母亲去了镇江 到了扬州 住在旅舍里 同行的仆人都出去了 忽然 一个女子走了进来 拉着她 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把她抱在膝上 笑着问 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仙次说 不知道 女子说道 回去以后呀 问问你父亲就知道了 然后 取下了自己手腕上的金串 给她戴上 又塞给她一块黄金 说道 拿去买书读 仙次问她 是什么人 女子笑着说 孩子 你不知道 自己还有一个母亲吧 回去后 告诉父亲 朱大兴死后 没有棺木 应该帮助她 不要忘了 这时候 仆人们都来了 不见了仙次 到处寻找 女子听到动静 把她放在床上 一眨眼 就不见了 仙次回到家 说了 遇到女子的经过 又拿出 她送的礼物 黄生感叹不已 打听朱大兴的消息 果然已经死了三天了 因为没有棺木 无法下葬 黄生拿钱 买了棺木 把她后葬了 或是 虽然先后跟随了三个男子 而且都是自己主动跑过去的 可是她的行为 并不让人感觉轻浮 更像是一个女侠 她没有高超的无意 可是用自己的美色 使吝啬的人破财 奸诈的人上当 对于忠厚深情的穷书生 则帮她积累家产 还帮她娶妻 延续后代 这样的女子 在哪个时代 都是令人赞叹的 因为她完全掌握着 自己的命运 是自己的主人 对于忠厚深情的穷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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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的主要 嗯 对于忠厚深情的穷书生